曼谷700万套房投包率4.5% 呈亚洲炒房热区 东盟之一的泰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火速 惊人的是中美贸易战重挫亚洲会市 泰珠海一直独秀 更强过新台币 苹果新往前进首都曼谷 直击上半大楼饭店林立 捷运地铁 机场快线等 大众运输入网密集 繁华程度更胜台北 未来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值得留意的是 据CBR1市邦卫理事调查 今年全球房市涨幅 曼谷位居第21名 房价较去年上涨4% 根据泰国银行统计 去年外国人到泰国制产 交易总值约922亿泰铢 其中香港居贯 其次是中国 美国 新加坡 台湾 台地五 交易总值达36亿泰铢 再在显示是外籍人士支撑买房需求 而且亚洲国家更是最大市场 本身国内经济也是好 所以外国人才会期待 跟台湾房市制产法则雷同 外国人偏好阿索克 尼罗 西隆 沙吞下手 英零进捷运站 未来还有增值空间 房价方面 9到11瓶新城屋套房 总价落在650到750万 以一房为主 过来就是两房 三房几乎没有 出租自用也好用 那台商的话 比较少会吸加带进去的 出租报酬率为4.5% 拼租市场需求大 也能稳定收益 受到中美贸易在影响 中国投资客缩手 反而凸显台湾买气强劲 如当地开发商联盟智地 今年推出的预售豪宅案 台湾买家占交易总值一成三 台湾到泰国草房足有三点原因 投资率入手也比较低 大部分都是一些 国内以前的投资客 还有一种是他们退休的 然后一些台商那边学习的话 国际学校 台大也会在那边特别 若是厂房设在偏远地区的台商 则不会选择曼谷市区制产 话说中国投资客并不会沉寂太久 而且他们有个中泰高速公路 会连在一起 以后他们直接搭高铁就可以出去了 泰国会继续的进展 泰国现在已经要有一个快铁 连三个机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三年后的经济方面 泰国是很弱 到时候肯会掀起一波 中国人买房潮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们跑得更快更好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